我們用SARB部分 我們已經做好了 門號跟清竹 這個是第一個型態 SARB部分 這個的話呢 是插入我們的使用者定義 就是Function 會有兩個 那這部分當然 VBA兩種型態我們都做了 不過呢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先把它取消 在那個SARB部分 會有一個問題說 如果我說我今天呢 剛好現在資料是 Ctrl向下會跳到最後 Ctrl向下 然後 假如說我今天呢 是103 OK 可是問題如果假設有個狀況 就是說這些資料 有可能怎麼樣呢 我又增加了兩筆 如果增加兩筆的話 那剛剛forI等於4到103列 它會怎麼樣呢 如果你現在把它執行的話 它會Ctrl向下 看一下喔 OK 你會發現喔 它跑到103就停下來 那怎麼辦 蛤 改成更大一筆 對啊 你這邊變103 那你起不去再改105 那下一次又變多 那你持續一直改嗎 永遠改不完對不對 所以齁 當然不是叫你一定要改成 所以這部分的話 順便講一下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要能夠自動去追蹤最後一列的值 那怎麼樣去自動追蹤到喔 OK 那如果你沒有自動追蹤到那個值的話 裡面永遠都要修改程式 那不合理啦 對不對 理論上應該是要自己抓到 你那個最下面那個值應該是多少 所以 那我們怎麼樣知道說 目前最下面一列是在哪一列 通常喔 特別注意喔 我都會透過那個 這個範圍裡面 移動的話 會按Ctrl鍵 Ctrl向下的話 它就會移到這個範圍的最下一列 那Ctrl向右的話呢 它就會移到這個範圍的最右邊 一欄 不過如果中間斷開來的話 有沒有 它會停在這個 如果說前面這個沒有斷開 Ctrl向右 有沒有發現它會到這裡 也就是說用Ctrl鍵 可以上下左右這個範圍 OK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類似的原理原則 可以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用追蹤的話 那類似的原理原則就是 我可以先把游標先放在 假設 游標先放在 A4儲存格 那我剛剛是Ctrl向下 如果說呢 我要把它寫成VBA 你可以特別注意喔 這邊可以多寫一行 就是 103對不對 那有點像邏輯是這樣 就是 我游標先放在那個什麼呢 那個 A4的儲存格上面 那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這邊喔 因為固定的儲存格 固定A4 所以我的習慣會用Range 所以 第二個我要學習的物件名稱叫Range 那Range的話 顧名是一個範圍 不過這個範圍 它也可以當成是 一個儲存格 那一個儲存格的話 就是雙引號 A4就可以了 你剛剛講說 那個位置叫A4 的一個文字喔 所以前後一定要雙引號 那 我現在有點像模擬這種情況 就是 游標放在A4 那我要向下追蹤的話 我們剛剛Ctrl向下 Ctrl向下呢 在Range裡面呢 可以用什麼呢 點搭一個1 1的話呢 它會出現一個End 有沒有 End實際上 就跟Ctrl鍵類似的原理 Ctrl鍵其實Ctrl向下的話 那就有點雷同 就是End 前刮弧 不過特別注意喔 我是建議 你這個前刮弧 打完之後呢 後面的向下追蹤的話 那個XL 這邊特別注意喔 是XL的檔 那你可以用選的 選完之後 把它點兩下 不要自己打 因為有些程式 自己打POP 打錯了 像之前有同學 打完之後 看好像沒什麼問題 為什麼 看不出來問題 因為它把X 後面這個應該是L 它把它改成X 這是E還是L 看得出來嗎 這個是E啦 這個是L 好像很看不出來 結果我發現 其實程式沒錯啊 為什麼卡在這裡 原來它把那個L打成E 所以這個是XL 其實就是Excel的縮寫 OK 所以特別是XL DOWN 那我是建議 你最好是什麼 乾脆用錢掛阿虎 它會自己跑出來這個清單 那你用選的 也就是說以後喔 你如果要偵測 某個範圍的邊界 上下左右都可以追蹤喔 那我們向下追蹤的話 就有點像Ctrl向下 XLDOWN 那我就向下追蹤之後 我要需要得到什麼呢 你就再點一下 向下追蹤之後 請你告訴我 那個最後一列的名 最後一列的那個數字是多少 那你可以藉由一個屬性叫ROW ROW ROW OK 那它就是什麼 前面這個就 游標放在A4 當它Ctrl向下的時候 幫我給我它最下面一個列的那個列的那個什麼呢 數字是多少 所以它就會怎麼樣呢 當我執行這個動作的話 有點像Ctrl 有標放A4 Ctrl向下 它會自動幫我把什麼呢 這個105喔 幫我 傳回到哪裡呢 傳回到剛剛那個ROW裡面去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呢 我以後呢 這個數字喔 它就會自動怎麼樣 向下追蹤 得到105之後 幫我把105搬到這邊來 所以喔 以後這樣就是會一直更新的啦 特別注意喔 這種寫法喔 很重要 因為以後如果你不會寫這樣的方式 那你永遠都 有改不完的程式啦 但是你如果寫完之後 以後資料一定會增加或減少 那你就一勞永逸了 寫完之後 管它改 反正它自己改完之後 自動會追蹤到最下沒列 特別說 這行很重要 如果你不會寫這樣 這一行的話 很 程式永遠改不完喔 OK 它的邏輯同學可能比較不了解 我剛剛講過 油標放在A4 你可以先試試看喔 Ctrl向下 取得的列 是哪一列 所以105它會幫你搬回來 大概概念是這樣喔 那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這樣改完之後 不過改完這個之後的話 其實清除應該也要跟著改 不然的話呢 清除可能沒辦法清完整 好 貼過來就好了 阿以後啦 甚至雲端上也有這一行 你乾脆 就是當範本嘛 所以有些東西 假如實在是打 會有點障礙的話 你乾脆拿 像之前的同學說 他覺得學最多 就是拿我的範本來改 他覺得 欸這好像最不容易犯錯 所以有剛開始 你在打不出來要打錯 你乾脆只要拿一個類似的有沒有 貼上去改一下 總會改吧 至少啦 階段性的 因為不是說每一個人 對於這種東西都這麼快 就可以熟悉 但是我想啦 階段性的 不可能一下子 你就跳得很厲害 但是你要慢慢慢慢的 好像想過每個禮拜 都有一點進步 OK 所以每一次你都一定要 回去一定要打 所以我說這個課 上課三小時 回去至少練習 也要超過三小時 如果沒有 真的要把這東西學的精通 還真的有點困難 我這個是講坦白的 OK 好那這邊的話呢 試一下 這邊改完之後 剛剛會 跑到這邊停下來 現在試試看 欸這個時候呢 重新清除 重新跑一下 Ctrl向下看看 欸有沒有 他已經可以了 Ctrl再向上 清除一下 然後再從這邊 Ctrl向下 欸又可以了 有沒有清到 那你想說 老師 這樣子 就是向下可以 那如果我三跳幾列 會不會OK 比如他到100列 那這個時候的話 Ctrl向上 他要跳上去 門號一下 Ctrl再向下 欸有沒有 停在這邊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一招超級好用 真的啊 如果不會這一招 很多東西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不然的話你怎麼知道 那個數字 現在改到哪一列了 增加或減少 所以喔 剛剛這一行 雖然沒有太多東西 但是裡面喔 就是包含著 他會自動偵測的這個概念 那這一行如果你怕打錯了喔 其實雲端上也有喔 有沒有 就在下面這裡 自動偵測最下面一列 Ctrl C Ctrl V 不過你等一下先不要砍 也可以先Ctrl V C Ctrl V先試一下 然後呢 程式也許再重打一下 那我比較建議就是那個 點喔 慢慢要習慣 點他會有清單出來 你可以用選的 刮鬍自動選的 相對比較不容易出錯喔